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昨日 袁永怡在微博中 晒出一张与老公张志林海边度假的背影 配文道 珍惜放慢了的好时间照片中两人 闲躺在游艇上 穿着休闲清凉 虽然只露出背影 但能看到两人彼此望着对方 画面浪漫至极 有如电影中男女主角 享受着两人甜蜜珍贵的时光 两人从圣诞节开始 就开启了度假模式 并在微博时时更新他们的恩爱尽兆 献 杀众人 网友调侃道 张先生一有空就把亮亮拎出海了 没得买包了 还有网友对狗粮求之不得 我的镜最近简直太棒了 就是这种更新频率 就是这种狗粮撒法 请保持住 责任编辑 陈云云 UK 048 分享 在相关阅读乔任良生前女友 否认晒赵炒作 伯同情能火 李二1002感慨 新浪娱乐讯 近日 乔任良 微博 生前女友李嘉爱 微博名 李二10022 狂晒昔日恩爱照 被网友质疑炒作 爱显摆 李嘉爱表示和乔任良朝夕相处的时候 把自己藏得好好的 生活终于网络上 都没有给乔任良添过一点麻烦 若有新炒作 早就联系八卦记者跟拍了 李嘉爱直指网友 根本无法想象他们有多相爱 有时候 真的很恨乔任良 恨他为什么这么对自己 Kimin在做出选择的那一刻根本 没考虑过任何人的感受 他感慨 我不想知道失去你后 生活该如何继续 我不想弄明白怎么做才停止悲伤 李嘉爱否认伯同情 他怒视网友 说我伯同情 说我炫耀 请问伯同情炫耀能火吗 不能 一个过世艺人与朋友的名头 又能给我带来什么 什么都不能 还是那句话 死了妈的感觉 你想象一下再来吗 我 何诗 全文 他活着的时候替他考虑 替他考虑 如你们所见 我这么情绪化的一个人 用你们的话来讲就是做 爱显摆 朝夕相处我都能把自己藏得好好的 生活上 网络上不曾给他添过一点麻烦 真的像你们说的有心机要炒作 在一起的时候 像某些人一样偷偷联系的八卦 记着各种跟拍一下好不好 我没有 也许因为根本无法想象我们有多相爱 在你们眼里除了挑我的布 好 不会站在我的立场上 顾及我一丝一毫 根本不会去体谅我有多难以接受 死了妈的感觉 你们想象一下再来骂我 有时候我真的恨他 恨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我会怀疑他对我所有的好 我不停地问自己 他是不是根本不爱我 可是除了这最后一次的伤害 我想不到 任何一件他不爱我的事情 就好像他父母也不会认为 他离开就是不爱他们一样 我们都会自我安慰 不断告诉自己 他只是病了 太爱我们 所以报喜不报忧 藏得太好了 你们觉得自己难以接受 非要讨告究竟 我们就能接受吗 身边所有人心里好像有把刀 每天都在讲这一样 也会不停地想为什么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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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要这样 他在做出选择的那一刻 根本 没考虑过任何人的感受 不然他不会走 那我呢 我活着替他考虑 到死还要替他考虑 有人替我考虑过一分吗 说我不同情 说我炫耀 请问我同情炫耀能活吗 不能 一个过是一人与朋友的名头 又能给我带来什么 什么都不能 从出事到现在 除了痛苦还是痛苦 我发什么都该骂 我就不该出现 凭什么 为什么一定要让家人担心 或者给朋友带去负能量 只能和身边的人倾诉 或者我自己憋着 为什么我就不能有我自己的倾诉方式 还是那句话 死了 妈的感觉 你想象一下再来骂我 这边 Shining 零 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